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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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品位老師我最近啊 快要中秋節了 要給自己的客戶送一些禮物 我的客戶就幾十個 也沒有很多啦 這樣子買起來其實也蠻痛的 那中秋節還是要送禮 你覺得對於送禮這些事情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覺得齁 我常常碰到一些業務夥伴 在提到送禮 那尤其不只是中秋節或者是 年底呢你們都會送一些 年曆啦桌曆啦 這些 這些好像應該 是要送給客戶禮物 我想各位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 客戶在乎的是什麼 客戶在乎的是 你的服務好不好啦 你規劃的保單 服務符合他的需要啊 那你如果覺得送禮這件事情 是增加你跟客戶見面的次數 那我可能要跟你做一個建議 什麼樣的客戶要送禮呢 那 那如果你現在有幾十個客戶 那你都 每逢佳節必送禮的話 那你一年有幾次禮 那你明年要不要送 後年要不要送 如果你哪一年不送 你客戶對你的觀感是什麼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你送禮之後 你要送的禮物是很好 那客戶會不會有一個想法是 你到底賺了我多少錢 那或者是說 你送禮送的就是很一般 如果你送的一個桌曆 跟另外他的同事 收到的桌曆 其實都差不多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送這個禮物 對他來講有意義嗎 所以喔 我給各位做一個建議喔 就是 送禮喔 不是要送到心看禮 而是你在送禮的時候 你的客戶一定要非常累 什麼樣的客戶 你覺得要送一份禮 來表示你的感謝咧 那就可能要去思考 你今年你的客戶 跟你成交的客戶 那你想要感謝他 可是感謝一定要送實質的禮物嗎 你可不可以去想到客戶的另外一個 對客戶的認識 如果他是一個很愛讀書的人 你知道他很愛讀的是什麼 什麼類型的書 你可不可以送他一本書呢 或者是說他喜歡去 這個這個 聘演唱會 那你可不可以說 你送他一張這個演唱會的票呢 我想 頭其所好的送禮喔 是能夠解決這個客戶 他對你的一個認知跟感謝 而不是說 你好像雞飛城市 就要在年底的時候 你要大量去買一些東西 然後呢每次都要送給你客戶一些禮物 那其實客戶可能他 並不是要送給他什麼禮物 而是你可以常常去這個 就是拜訪他 跟他聊聊天 跟他一些訊息 那我想 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會比給禮物還要好 你在這個 今年 你送了月餅 你明年要不要送月餅 你後年要不要送月餅 好 那你今年送了這個桌粒 明年你送桌粒 那你現在有幾十個客戶 等到你有上百個客戶 兩百個三百個客戶 那請問一下 這個 如果你難聽不送了 客戶對你的服務觀感 是不是就會打折扣了 所以呢 送禮喔 不是一定要送 而是你要透過什麼方式 方式送 這個是 我會給各位的建議 大家參考一下 小鈴鐺